這不是還沒出來嗎 這好說嘛 如果不好說的話我就 你們隨時打斷我 其實是這樣的 我也想說趕快把Namodana給大家聽看 因為Namodana真的真的特別特別 當然 不管是Namodana也好 Emanchance也好 還是Mabado 都是張一鑫獨立編曲 製作人 所以這個還是可以稍微驕傲一下 然後整體的歌曲的風格也還蠻 多樣化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期待 10月19號將軍 謝謝 聽說剛才上班圖還有一段小插曲 被導演叫過去 可以分享一下這什麼 對 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還沒有習慣就是 擺拍你知道嗎 就是 他說讓我進去 我想 他可能就是比一般的路 上班的路要稍微長一點做 我說 我說 有的人可以 走也可以 人也說不能跑 這個導演組也沒有說不能跑 我看了 大家都 特別大的歡呼聲 然後我有點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來 謝謝各位 跟大家稍微打了個招呼 就 匆匆的進去了 然後突然就遇到一個姐姐把我攔住了 他說不行 麻煩你回去照他相 我 真的 我就去現場 我說 他說 那要去照相 給粉絲照相 然後我就想 好 那我就回去 然後到這個環境下 大家好像又 大家一叫我 覺得你不好意思 你覺得這也奇怪 你知道 然後就又匆匆又離開了 不過就是這樣 然後剛剛這個 用上的 然後 對 不是你剛剛 好的這個 有那個網友 給你做了一個表情 就是一個閃眉陽線 哦 真是厲害 對 確實 包括 謝謝各位朋友的關注 然後 希望其實 我來 這個地方 主要是給大家展現 音樂跟舞台 然後希望呢 能夠感受好的音樂 才是好的舞台 但是舞台 有張信哲這種 就是 前輩也有成立 某這種晚輩 有沒有突然發現自己 已經嚇成了 越南的中神的感覺 有什麼 哦 這麼說還真是 但是 我覺得 還蠻開心的 王榮幸跟張艷哲老師 在同一個舞台上面表演 其實 還是要感激這個舞台 把這個舞台 做得這麼好 讓這麼多喜歡音樂的人 熱愛音樂的人 到這個舞台上 來展現自己的魅力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貴的 而且每個人的魅力都不一樣 你 曾經在像 比如說 麗農啊 從台這個舞台 畢竟當時 他還算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 娛樂市場發展的一個 呃 規律吧 每一個人都會有 變成前輩的一間 也每個人都會有年輕的時候 那我覺得 每個人 利用好自己的時間 爭取好自己的時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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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現在所有的實力 然後我在靈靈的時間 那該多好 但是 有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嘛 就是 可能需要時間去沉澱 有的時候需要時間去磨練 所以我覺得 都是一個過程 但是 對我來說 每一個過程 只要感受好了 是精彩的 然後是無悔的 我覺得 都是可貴的 自己的工夫 都是可以 再煮一遍 你 來